由花莲县文化局主办的花莲城市空间艺术节 今年迈入第二届 邀请到曾经策划台北百昼之夜 与台湾文博会的艺术家林坤颖担任艺术总监 主题是文花莲 以文描述花莲的节奏感 并透过问为行动 创造各种问答活络的现场 与民众一同探究花莲的城市样态 由花莲县文化局主办的花莲城市空间艺术节 今年迈入第二届 主题已婚花莲 已婚描述花莲的节奏感 现代学传表示 花莲土地蜂窝 让花莲子弟在生命当中蕴含了韧性 而这是策展透过狗爪尾的历史转述 转译带来新的提问和思考 阳光以及能量 与花莲市产生美好的共鸣 在共创共生共好的崭新面貌上 一起来学习 生活等于说比较经济富裕的 都往好一点的地方去了 选择好一点的地方去了 而沟子伟 他是一个比较属于经济上面稍微弱势一点点的地方 所以也造就了这个区域的人的根 跟自己的生活 还有跟生命去搏命 让这个坚毅 也在这个坚毅的个性 拼搏的个性 也是在沟子位里面 所以我想日出大道是 由我们的 我们往太平洋看 是日出大道由中央山脉为我们靠山 而日出未来河 这条大道 再加上未来河山脉 我觉得充满了想象 充满了想象 而且能让这个日出大道 一个阳光正向 如何和我们整个花莲市 产生不同的共振 让这个共振 成为一个美好的共振 我们可以看到沟子尾现在有很多 现在有三十家 年轻的店家 都在这里投入 而大家诚想为花莲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也更希望 这个在沟子尾这个日出大道 能够跟整个花莲市 来做一个链接 而让它产生一个 原来的沟子尾再到日出未来河 整个一个历史 一个历史中很重要的一环 花莲城市空间艺术节 自2020年开始举办 这一届进步透过阶段性的目标规划 希望逐步凝聚出深远的能量 每年透过对于不同街区的探索 打开更多的理解与想象 让城市空间是一个看得见 加入的艺术节 让花莲成为一个学习共识的城市 记得转眼黄首席了